大家好,我是文哥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东高密的东北乡 这个地方是莫延的家乡 同经的红高粱电视剧 就是周迅演的《九儿》 还有巩俐演的电影 江湾主角都是在这个地方来拍摄的 现在已经搞成了一个影视城 有电视剧电影的一个当时拍摄的一个场景 好,我们进去看一看高密影视城 这是一个城门 这一个斑 这有一个粉红色的长廊 花海高粱地,青子乐园 湛鹅寨 湛鹅寨就是红高粱的拍摄地 这边就是摘了很多的高粱 在这高粱地里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如果你看过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话 你脑海里面就会想象到 这个高粱地里面发生了哪些故事 可以来体验一下 高粱地的故事 这个寨的叫湛鹅寨 湛鹅寨就是红高粱家族里面 那个主人公余湛鹅寨 他是集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 形象于一身 个性非常粗烈粗犷 高粱地北海蛟龙 全打南沙蒙古 夜 是男人就把这酒喝了 鸿哥俩欲吵 去把他们汽车打了 鸿汉大哥报仇 鸿汉大哥报仇 鸿汉大哥 鸿汉大哥 这回 你是过不了这关的 我也是为啥的 快 鸿汉大哥 鸿汉大哥 有句话吧 华东出上 鸿汉רת 山东高里的东北湘 同鸡不客宋 anche 八十多 这边是一些莫言的小说的一些介绍 红树林 蛙 那这个蛙就是当时莫言 2012年获诺贝尔文献奖的这部作品 一个乡村医生 拖兰状况的一生 反思中国60年 计划生育史 传达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 红光良家族 当时拍这个电影 就是根据红光良家族 这边小说要改编的 最早的时候是87年拍摄的 这个电影 后来呢 这个电影当时是 主角是巩俐和姜丸 后来又拍了电视剧 红光良 就是周刑也主角 这墙还斑驳 这里有好多红光良酒 酒房 酒房 哇大碾子 是真的在酿酒吗 这是那个酒糟吗 酒章 哇 哇这个压榨的 这是 真的是比以前要 升级了很多 并没有要大了很多 哇 这是富洋当时 酿酒的一个过程 所以去烧柴 柴火 上面还冒着热气 酒儿 这酒儿家 看不见 这这再现了北方的一层大炕 大土盘 桌子和土炕 上面放了个小红桌 在上面吃饭 睡觉 这也不老火 放旧的 吃大饭 走南重北 京南地北 山东人 走到哪里 都要把这个东西 带在身边 这个大炕 这个大炕 可以睡 可以睡五六口人 以前的时候 一家人 全部睡在大炕上 没有东 这是以前的洗澡盆 你看 洗澡盆 铜盆 还是大红洗 洗字 一个铜盆 真铜 现在找那个东西 是难找的 对 难找的 老物件了 老物件 你看现在 这还带着 这个洗澡盆 带着这个什么 带着镜子的 我家里有一个 但是已经 有点破腿了 你那都 说你怎么什么东西 他活着我也不怕 我告诉你 他是我的媳妇 我的 大家听这声音 是谁的声音 是姜文的 倒是红高粱 那个里面的 那个声音 监止大师 看这里面全是碱纸 碱纸呢 是高敏的四宝 之一 还有泥醋 碱纸 普费年化 哦 这没去高粱 这个高粱是真的了 来看这种碱纸 比较矮的 这种品质 这种品质 这个草 这个草 叫什么草 我忘了 这个草呢 是干什么呢 就是抓了 那个蟋蟀 我们叫蛆蛆 把它掰开以后 然后呢 有那个丝丝 专门来 斗蟋蟀用的 斗蛆蛆用的 这叫勾一把草吧 比较矮的 前面是那种红高粱 这一块 就是红高粱的 哇哇哇 哇哇哇哇 哇哇哇 嗚呼 嗚嗚嗚 嗚嗚 嗚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